距离年底九合一选举剩下65天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白热化 陈时中、蒋万安、黄珊珊三位候选人 每天形成满党 不仅要勤跑基层 努力端出政策牛肉 更要争取选民的好感度 与蒋万安同市立委的费洪泰认为 蒋万安明代出身广纳民意 加上诚恳认真的特质 相信会将台北市带向更美好的未来 蒋万安委员有他的特殊的人格特征 他很诚恳 非常认真 而且做事情有头有尾 我想在立法院将近七年的时间 慢慢让大家了解他 同时也就肯定他 这次台北市的选情三强鼎立 平常讲不太好选 但是蒋万安委员 这个他的个人的人格特性以外 我们所有的市议员 大家都联合起来 都动起来 再加上我们中央党部 还有我们立法院 大家都开诚布公的 大家谈如何来促成这次选举的胜利 我想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来刻骨 但是我想还是候选人的本人的人格特质 蒋万安真的是 我是觉得是非常优秀的人才 我相信他日后治理台北市的话 他会用脚踏实地把台北市带向更好的一个前程 尽管与对手陈时中和黄珊珊相比 蒋万安少了政务官的历练 但费洪泰认为基层团队动起来做蒋万安的分身 就能成为最强的后盾 我想除了他本人以外 他的团队 以及我们所有的市议员 立法委员 以及我们各地的志工 好陪我们 大家都做他的分身 把这个意见 从选民那边汇整以后传达给他 最后让他变成一个决策 我想这就是亲近选民的一种方法 同时也融合了大家的宝贵的意见 如果他一个人要去面对260万人 那不太可能 只有他的分身 像立法委员 市议员 里长 大家都广纳亚言 请听民意 我想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面对竞争激烈的局势 三位候选人都不敢掉以轻心 极力提升在选民心中的好感度 才能在选战中赢得最后的胜利 记者陈淑萍 林奇慧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北面 bloom